滤镜下是美女 现实中是女鬼 憔悴苍老 秃嘴眼带深 肋骨明显 娱乐圈这种以受为美并太审美 该停了 在娱乐圈里 受人追捧的女星 一个个在屏幕上光鲜亮丽 那是因为除了装造和镜头效果以外 她们还会培养自己的形象管理 为了能保持身材 明星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狠 有些人甚至把自己 饿成皮包骨头的样子 健康的美应该追求的是凹凸有致 该有肉的地方就要有肉 可因为过度减肥 有些明星减肥暴瘦根本没眼看 眼窝深陷 看上去一副女鬼样 本来长相非常可人 就算是化着淡妆也有独特甜美的气质 减完肥后的她们再出现在镜头里 却看上去让人感到毛骨悚然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些受到病态的明星 看上去真的非常恐怖 吴景言 2018年延喜攻略的强势推出 直接剧中的荧幕CP徐凯和吴景言大红大子 从没名气再到当红流量小生 两人就靠一部戏 同期走红 徐凯成了身受粉丝追捧的那羽小型男 但吴景言却没把握住自己的机会 屡屡犯错误彻底没了路人员 刚走红没多久 吴景言就耍起了大牌 甚至连官媒采访都敢缺席 正因为她的各种离谱操作 才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她不敢冒 甚至吐槽起了她的颜值 吴景言的长相一直都有种说不上来的奇怪 直到后来看到这张图 小编才明白 怪不得大家都戏称她是吉娃娃呢 在影剧里 吴景言的长相还是看得过去的 聚光灯汇聚到她身上的时候 看起来确实光鲜亮丽 但精修图毕竟是精修图 让人怎么都想不到原来图片没有修之前 吴景言竟然长着这样的销瘦 甚至能用营养不良来形容了 就算是化了妆 却因为脸上的肌肉太不饱满 看起来相当病态 总有重有气无力的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化妆没化好 看上去又老又疲惫 在娱乐圈里 吴景言是出了名的瘦 纤细的四肢看起来就像是竹竿一样 好像风轻轻一吹就能吹断她的胳膊 瘦的人爱穿鹿肉的衣服能理解 但吴景言这个穿搭 却显得自己就像排骨架一样 旁边的工作人员都比她看起来舒服顺眼得多 那时候出席活动的吴景言低调素颜出镜 夏二线看起来更是吓人 瘦得营养不良好像外星人的模样 不过好在被批评过后的吴景言 也是为了扭转自己的口碑做出了改变 最近她的一部芯片墨语云间搬上屏幕后 新的古装造型却让人看上去眼前一亮 看起来清纯动人不说 就连在剧中的演技表现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再也不是那个只会大呼小叫 面目猙獰的演技尴尬女孩了 张天爱 在太子妃升职记中 张天爱饰演了剧中太子妃张鹏鹏 这才彻底在娱乐圈里爆火 这部网剧在网络上点击率甚至超过了24亿 而张天爱也靠着这波强大的流量 成功靠网剧爆红的女明星 在剧中她饰演的角色既能做到美艳动人 有时候又能让人看上去又酷又撒 或许是因为能够轻松驾驭多变风格 才让网友们竞相追捧她吧 走红后的张天爱明明能靠这张美艳的脸和完美身材 彻底吃上互联网的这碗饭 谁知道张天爱却迷上了减肥 颜值反而越来越下滑了 2022年张天爱登上了《乘风破浪的姐姐》第三季的节目 在节目表演环节当中 张天爱虽然表现得能歌善舞 但却因为造型问题让人忍不住吐槽起来 在节目当中张天爱的瘦让人感到非常不适 就连同行女星余文文都看不下去了 直呼她真的太瘦了 可张天爱本人却根本没有觉得自己的瘦 有些病态美 甚至还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 自豪地发布了自己的减肥小妙章 在很早之前 张天爱参加综艺的时候 就曾经分享过自己减肥的经验 自己一周能瘦15斤的方法 每天坚持吃水煮蛋和黄瓜 一般来说 在减肥期间的欺骗餐 别人都是胡吃海喝 可张天爱就连一周一次的欺骗餐还要内卷 大家都在吃炸鸡的时候 张天说只吃一口 谁知道还真就只是吃了一口 包掉炸鸡上的炸过的面包糠 轻轻抿了一口 让人大为震惊 张天爱还有一套属于自己的说辞 他称自己会实在饿得受不了的时候 甚至会使用意念减肥法 看到别人吃了 就当自己也跟着吃过了 这样的说辞简直让人想笑出声来 尽管保持一个好的身材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张天爱这样的吃喝 却是极度不健康的 因为追求减肥有些过分 在出席红毯的时候 张天爱太瘦弱的身材 让他看起来非常憔悴 女明星那种神采奕奕的气质 在他身上算是一点都看不到 精修过的照片看起来尽管非常性感 但镜头直出的生图却让人看起来惨不忍睹 不过幸好如今的张天爱听了大家的意见以后 已经不再过分追求瘦了 养回肉的张天爱看上去冷艳动人 身材更是让人拍案叫绝 郑秀文 郑秀文曾经是无数人心目中的港鱼女神 身为狮子座的她性格大大咧咧 长相和身材都非常过人 散发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 但好像自从她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后 就很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当中了 50岁的郑秀文意外出席某场商业活动的时候 本以为会有昔日女神在线的高光场面 谁知道她却会因为外貌太狼狈 意外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 在这次活动中 郑秀文以一头酷萨的短发亮相 发色选择了显白的浅卡其色 身着一件米黄色的西装 并佩戴了一副俏皮的黑框眼镜 但不知道为什么整体造型却让人看起来非常不和谐 原本挺有气场的西装 穿在她身上却显得力不从心 仿佛难以支撑起那份气质 更令人担忧的是 她的面色显得苍白而憔悴 脸庞瘦削得几乎失去了往日的圆润 看上去甚至不及一个成年男子的手掌大小 这样的状态让不少粉丝和网友都为她感到担忧 但他们这段婚姻可不是一帆风顺 2019年 许志安被曝出与黄新颖的出轨事件 随后她召开发布会承认了自己的错误 并表达了深深的回忆 尽管郑秀文选择了原谅许志安 结束了这场风波 但这段经历无疑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灵创伤 要知道 年轻时的郑秀文不仅拥有出众的颜值和才华 在音乐和影视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一度成为香港收入最高的女艺人 她在这段感情中投入了百分之百的真心和专情 曾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婚姻的来之不易 需要不断珍惜和守护 然而如今看来 她的真心似乎被辜负了 在此之前 郑秀文曾因患上严重的抑郁症而备受煎熬 那时的她身形消瘦的令人心疼 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 她所流露出的照片都让人为她担忧 虽然现在的她依旧消瘦 但相比之前已经好了很多 希望郑秀文能够继续照顾好自己 将健康放在首位 影儿 轻于年二的热播 不仅让影儿的丈夫负心薄火出了圈 更是让影儿凭借饰演夏冬春这一角色 再次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追捧 网友们纷纷点赞 称赞他们的默契演绎 让人感受到了真夫妻之间的深厚情感 在这部剧中 影儿饰演的夏冬春与腹黑大皇子的互动 成为了观众津津乐道的焦点 傲娇恶毒的笨蛋美人与腹黑皇子的情感戏 让剧情变得更加引人入胜 在回顾影儿演绎生涯的时候 尽管她在《甄嬛传》中 饰演的角色虽然短暂 但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个时候的她 雪敷红唇 面容饱满盈润 眉眼如画 娇媚俏丽 堪称颜值巅峰 但在《千山木雪》这部戏中 影儿饰演的女主角同学 因为身材较为壮硕 与男主角刘凯薇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遭到了一些网友的批评 为了改善这一状况 影儿下定决心减肥 甚至采取了极端的方法 每天只吃一粒老干妈 虽然她成功瘦了下来 当过度减肥让她看上去 如同行走的骷髅 失去了美感 每次出席红毯活动时 影儿瘦骨临寻的身材 都成为了焦点 让人难以忽视 过度的减肥 也让她的容貌显得憔悴苍老 失去了往日的光彩 好在影儿逐渐意识到健康的重要 开始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 现在的她状态良好 身形匀颤 面容饱满有光泽 给人一种充满活力和自信的感觉 她的穿搭也越来越得体 能够很好的衬托出她的气质和美丽